澳洲墨尔本21日当地时间下午4点41分 在著名景点佛林德街火车站外面 发生汽车冲撞行人的意外 根据英国媒体报导 案发现场位于人潮众多的市中心 有多名行人遭到车子冲撞后倒地不起 目前至少有13名行人受伤送医治疗 从现场照片可以看到 肇事白色休旅车旁边有许多人倒地 当地警方也指挥民众远离案发现场 急救单位表示有十多位伤者被送往医院 其中一名学龄前孩童头部重伤 另外有两人在现场就进行了急救 澳洲维多利亚省警方表示 驾驶已经被逮捕 尚未证实这起车祸是否跟恐怖攻击有关 新闻时事报梁燕整理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